历代的那个禅师啊 他就用那个眼睛啊 或是眉毛 或是嘴巴 用这个来表示道 问他呢 什么是道 然后他都眼睛瞪着你看 那个就是道 了解意思吗 了不了解 谁瞪着眼睛啊 是谁 我们不住相的话 是谁瞪着眼睛 是不是不胜不眉的佛心 所以那个什么是道 就是用这样来表示 用眼睛瞪着你看 或是呢 他用有表情的 把那个眉毛竖起来 竖起来以后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道 了解意思了吗 就是我们容貌会动 那个会动的就是我们佛性在指挥 那我们住相就见不到 住在形象 形象呢 我们人都是 有那个眉啊 愁啊 我们喜欢看不喜欢看的都有 住在形象就见不到 不住形象 见到的就是不生不寐的佛性 Frost same RUSSI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